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过去一年娱乐圈真的发生了很多大事 当中最难忘的一定是陈浩和陈一薇 结了分兼有了BB 虽然很多粉丝都觉得很可惜 市面上又少了个笋盘 不过其实不要紧的 因为我们TVB还有很多很优积的笋盘 Single and Available 说的就是他们 TVB最佳男逊盘 我选马国明 逊盘 我会选马国明 一个是吴太熙 一个是王冬宅 我觉得王冬宅也算是最笨 我选马国明 我会选马国明 当然选马国明 我觉得TVB的逊盘应该是… 很难选择 很难选择 我选择的笋盘 就是陈展鹏 一定是展鹏 我要选择 展鹏 当然选择陈展鹏 现在我身边的是 TVB两大笋盘 马国明和陈展鹏 听到我们这么多当家花旦 赞你们两个 其实你们两个有什么看法 可不觉得自己是笋盘 这个都要多谢TVB 蛤 即是TVB TVB包装到我们 好像笋盘那样 那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TVB 突然之间变了一间地产公司 很多笋盘推出去 给大家看 我真的觉得你是笋盘 我觉得你也是笋盘 还可以补充一句 其实阿Mo 她还是笋盘来的 只不过她已经升了 去做示范单位 是吗 她已经封了盘 她已经封了盘了 但这两位现在 大家都可以分享到 因为其实我们一班的主持 四处去访问过 他们做了很多的资料搜集 才分析到 两位到底笋在哪里 我们不如将这个时间 交给Mae Ann和Chemaine Hello Mae Ann 我当然是支持 同样都是来自加拿大的 马国明 帥哥不用说了 今晚还以白马王子的鹿见大家 是不是很帥呢 哇 马明的粉丝 来听听 我相信了吧 其实呢 我最喜欢马明的什么 喜欢什么 但是她的天然呆 哇 真的迷倒 不知少女 但是最重要 她几乎是凌飞文 所以我问鹿为男神 真的没有说错 她是不是想潘 好 好 Mae Ann 马明固然是笋 不过我都要向大家 售另一个笋盘 就是阿尖炭 为什么呢 阿尖炭除了体育赢之外 还懂得打功夫 正所谓什么 不看得到打得 可以交给子餐 先 喂 首先说到马明 你知不知道 一种花旦 为什么觉得你那么笋 不如我们立即看片 马明有马明笋 他这么大 但是又傻奸奸 纯纯情情 又好像很专一 他有他的笋 我想他会很听他的女朋友 如果真的是他女朋友的话 如果做了他老婆的话 我相信洪宝仔也是他老婆继续的 我觉得一个男人 就是这么大年纪 又不是很大年纪 但是仍然那么疼妈妈 又肯拖着妈妈的手上街走 都不会需要他去哪里 Head姐永远都是这么恨Roy的 喂 马明 你是不是真的好像阿尔那样说的 你会很疼老婆 连红宝仔都交给他 我真的不知道 可能我有几本红宝仔的 即是适当交 其中交一本给他就算了吧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我还没有老婆 OK 不如这样 我想问阿尔 到底你为什么觉得他这么听话 阿尔你好 马明听不听话 其实基本上 我不管他女朋友 或者将来老婆 听不听话 他现在还挺听我话 是 謙仔听话点 还是马明听话点 其实他坐得很近 你问一下他 是否of course 謙最听话 是不是 现在我觉得 马国明是上班 我收不收货啊 梓珊 OK啦 马明 如果 你女朋友 和你妈妈 一起跌下海 你会先救谁呢 我妈妈会游泳的 蛤 我妈妈会游泳的 真的吗 叫你妈妈救 你未来老婆 就要看看我女朋友 才不懂游泳 如果她不懂游泳 就要我妈妈去救她 因为我也不懂游泳的 如果她两个都游泳 那我跳下去之后 就她两个来救我 那样 真是负责她两个了 但我又不太明白 为什么钟家英 你不选择 Chin Pan 你们不是同居的吗 你们 Nathalie 那我们问一下 大家好我是Nathalie 嘉英BB 为什么你选择 不是的 其实我两个都有选择 TBB很多顺盘 其实我也想说一下 Chin Pan 她其实真的是一个顺盘 为什么 她呢 即是煮食 而且 她呢 什么厕所 什么水喉坏 什么 她都会做的 是 即是两个都是上半的 是啊 但是你不是会 喜欢打功夫的吗 她不是的 因为 之前她说过的 她什么都会 好 OK 谢谢嘉BB 嘉宾给你的姿山 什么都会 那就马上去片 看看其他美女 怎样说你 陳尖鹏有陳尖鹏的笋 她戴眼鏡有一个样 不戴眼鏡有你一个样 你想想 什么 跟她一齐 好像跟两个男生一齐 你说多笨 是不是 她经常都演一些很奸戏的角色 我要告诉大家 其实她是很好人的 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有意气的人 笨的程度 如果十分满分 她是有十分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首先她英俊 第二她有才华 第三 就是她演技好 第四 就是多好她英俊 喂 陈子鹏 你觉得呢 你戴眼镜头发黄一点 还是不戴眼镜头发黄一点 广东我好像超型 是啊 你很超型 一变身就脱眼镜 是啊 其实我是 我没什么所谓 戴不戴眼镜都可以 之前拍的剧都有不戴眼镜 但是我觉得戴眼镜是斯文 可能会 吸引力大一点 是不是 是啊 就是当女生需要保护的时候 我就脱眼镜保护她 哇 OK OK 不如这样 我觉得 有时候Zin Pan给她的感觉 是不是比较酷了一点 整天都不说话 不如问一下你剧里面的弟弟 诗人交给你 Edmond 谢谢子先生 我是Edmond 身边有田睿尼和肖正男 我想问一下 是否在现实生活当中 Zin Pan都是这么酷 不出声 我常常都 我在想 为什么不叫我上去坐 因为一个是独立洋房 一个是优质室 我也是一个村屋 都挺好住的 风涼水南 你不是中佳一吗 我可以 其实她两个都真的很棒 最好就变成马郭鵬 那阿田你觉得呢 阿田你觉得呢 阿田你觉得呢 我觉得 其实我的意见是并不作准 你知道我挺濫的 马明我又说是蠢盘 阿展鵬我又说是蠢盘 阿澤比较蠢盘 给她 那当然了 这个不用问了 但是 他们两个都真的很蠢盘 是的 去到这个年纪 都是时候成家立室 是的 吹蠢盘 都是时候开範团 给大家选择 是 有没有收到阿子山 收到… 因为每一位嘉宾 最后都会给我一个小秘密 今次不是我问你们 有一群美女 有很多东西想问你们 我们看片段 是 究竟你和中间是否真的 如果是假的话 那… 那… 为什么不拍拖呢 马国明 请问 为什么你这么久都没有女朋友 呢 其实 你是不是… 不喜欢女人的呢 喂 那你们两个到底 是不是 不喜欢女人的呢 马明 马明 喂 你要想啊 不是 你要想啊 不是 突然间看见阿展鵬 真的挺笨的 你答我 不要转移视线先 不是啊 問了你… 你… 你…你喜不喜欢女人 我当然喜欢啦 啊 占拼呢 我当然喜欢女孩子 哈哈哈 不过 我是跟嘉欣同居 不是同屋的 同居 不是同居 没错 好了 那不如这样吧 给你们一点时间 先说你们的宅偶条件 马明 真的不知道喔 其实真的不知道 不知 要真的遇到才知道 知道吗 要遇到才知道 是啊 知道什么 我觉得很简单的 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呢 就是年龄无分界限的 喜欢我就可以了 是 大家有机会的 第二呢 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吃住家饭的 要多点在家 那第三呢 就是一定要喜欢我的工作 喜欢我的工作呢 就是一定要支持TVB 看TVB 那就可以了 喂 喂 我有一个笋盘想介绍给你们两位 咦 有几个 我 都可以 大家都知道 我是符合你们以上的要求 还有跟我一起的人 是多数都会红的 影带级 对啊 除了影带级 大家都帥 全部都帥 不如这样吧 星期一至五就是你 星期二四六就是你 星期日我放假 好的 但我们去拍拖之前 首先就要请两位 就帮我们公布以下来的奖项 我们首先看看最后的入围 好啊 榮获提名 最喜爱TVB的资讯节目 包括 一手造成 教了我们三个学徒 那么多不同的技巧 好拍档 亲手做的 所以特别有感觉 走过风火大地 很多大杀伤力的武器 我们现在就是伊斯坦堡 有心去了解 就应该去拒绝一点 彻底一点 顺风顺水 比较重要 比较重要 有要求 多少岁为止走眉均 最主要连续是三十一到三十四 学是学非 蔬菜含燒酸鹽是正常的 究竟可乐加薄荷糖 更加鹽更加酸 更加酸 極地狂奔 学到的 学到的 令我一生受勇 这个天已经给了我们很多不同的东西 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珍惜我们的地球 好了 这个时候有请两位 帮我们宣布一下得奖的这位朋友是 我不想说 因为我跟他很熟 我说完我怕他会治疗 最近他一直都在拍剧 很努力 我不想影响他 不如你说 是这样? 最喜爱TVB资讯节目 走过风火大地 洪永成 这个节目棒 听完洪永成了 不过洪永成今天有事 他未能来到现场领奖